书接钱 虽然自己去借兵 也不能见死不救 刘邦是血性的汉子 哦 乱世啊乱世 土匪横行啊 在这又遇上了 我说周伯凡快 在在 领着弟兄们冲下去 快把前面那伯人救了 把后面那些土匪 全给我宰了 是是弟兄们来啊 工程你看拿不下来 平地打仗可行 一个人多势众 那土匪哪见过这个 一个冲锋 一个冲锋 土匪是尸横遍地 落荒而逃 给杀散了 钱他那些人得了救了 圈住马回来了 围首领头的 从马上跳起来 抖一二战 那头发都散乱了 又把头发拢了拢 衣服整理整理 谢谢各位英雄好汉 谢谢各位 别谢谢我们 这是我们的主公 这个人来到刘邦进前 岛身便贵 恩公在上 多谢恩公 救命之恩 棒棒棒 磕了仨想头 刘邦一看呢 有点过意不去 从马上跳起来 清奇清奇清奇 算不了什么 天下人管天下事 我绝不能见死不救 打了照面离着这么近 刘邦仔细看 小伙长得够材料 有三十吗 三十郎当村 面似惯玉 没分八彩 目若朗星 准头端正 方海阔口 有点小黑胡 一瞅着非常斯文 一瞅着是做学问的 再看后边的人 长短不及 有胖的 有瘦的 一个个狼狈不堪 文人占着一半 练武的占着一半 都能看出来 刘邦就问 哎 壮士尊姓大名 哎呀 您高抬我了 小可 姓张明良 自子房 我叫张良 谁 张良 你就是张良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久闻张先生大名 轰雷贯耳 今日在荒山相见 三生有幸 哎呀张先生 你你了不起呀 我救你是我的幸运 张良就问 阁下是 喀喀大旗 哎 旗怎么卷上 它打开打开 七八了 打开了 配工 刘 反抗暴情 您是佩公 刘邦 哎呀呀呀呀呀 您的大名也是轰雷贯耳 我早就听说了 您在盲荡山 斩蛇起义 了不起 了不起 互相敬目 刘邦说也别走了 你们去别闲着 打扫战场 看看能捡点什么胜利品 啊 我们在这歇歇 张先生来 习壁而坐 咱们唠扯唠扯 这叫什么 缘分 人这一生 有必然 有偶然 这就是偶然 互相爱不 前文书咱说过了 张良了不起呀 论他的身世来说 他家望尚藩 四代 都是韩国的丞相 他是韩国人 本不姓张 姓姬 后来为了逃难 改了姓氏 姓张 名传出去了 就不恢复原姓了 历史上记载都叫张良 没有叫姬良的 他本姓姬 现在韩国完了 张良流亡四方 咱们曾经说过 他培养一个勇士叫石铁武 刺杀过秦始皇 结果那一锤 没砸中 石铁胡死了 张良逃亡 后来跑到平县 遇上了相伯 就是相羽的二伯父 两个人合在一起了 由相伯供养张良在家里读书 张良十旅在奇桥 遇上了黄石宫 传给他太宫兵书 要不张良有那么大的学问 奇才 汉三杰之一 那绝对 那绝对构得上是军事的份 有人曾经做过比喻 说江子牙 军事 统帅 诸葛亮 未来的了不起 还有张良 究竟他们几个人 谁狗 还得是张良狗 就这张良 论财学 不比那两个人差 高在什么地方 他辅佐刘邦 闯成了天下 刘邦是汉高祖 大风百官 张良是辞官不作 风流后也不呆 功成身退 明白 看透了世间的事 严居大善之中 得了个善终 那些人责不然的 诸葛亮多明白 最后累得吐了血 死在武藏园 把劳命都搭上 哪像张良这么明智 张良立志扶国 要扶韩国 要对得起先人 现在呢 自从跟向伯离开了 向伯为什么离开呢 向伯说 兄弟 我得投奔我们家里人去 我们家里人在屋中 举世了 现在我们家老三 也成气候了 侄儿也长大了 我们要冰河一处 降打一家 我这财产全归你了 你就在这混不 我走了 向伯走了 张良就利用这些财产 把他变卖了 结交江湖义士 有练文的 有练武的 就在身边这些人 后来千方百计 找了一个人 就是公子成 公子成是谁 韩国的遗孤 要立他为君 光复韩国 秦楚燕韩 赵魏齐 打算复国 张良这前半生 就为这个事奔走 后来张良就感觉到 人丹事故 他那胳膊怎么举 人气没有 没有人气 聚拢不上来 要兵没兵 要将没将 乱世年代 要想立国 要想推倒暴秦 没人能行吗 后来有哥们给他出主意 说咱们呢 赶奔乌中 去投靠向氏 输之 咱也去投奔去了 最好到那 咱也去借兵墙 能借个几千军队 越多越好 回来 咱再服国 张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带着这帮铁哥们 赶奔乌中 那会儿 他们是奔乌中 因为路上哪有像现在弟子头的车 扔一下几小时就到了 他没有 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凉 得走得何年何月 那变化大得多得多了 后来 储君到了九江 他们要奔九江 后来半路听说了 又改了奔虚仪 他们又转到奔虚仪 没想到在山里上 遇上土匪 这才巧遇刘邦 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人跟人呢 的确得有缘分 就拿前文书来说 刘邦和张良就有这种缘分 您说怎么那么巧 在借兵的路上偶遇 同时刘邦 还是张良的救命恩人 两个人呢 亲密得不得了啊 席地而坐进行长谈 谈话的时间虽然不长 对方都彼此了解了 离着这么近 张良一看呢 哎呀 刘邦这个人长相真不错呀 大帅哥 别看四十岁挂龄了 天庭饱满 地葛方圆 三山德配 无关端正 一部美然 漂亮 面相上 张良就喜欢他 一听刘邦讲话 这刘邦啊 不拘小节 有啥说啥 有时候斯文 有时候低俗 但是叫人爱听 在他面前不拘束 有时候说的张良是彭夫大叫 刘邦一看张良 是个读大书的人 小伙长得帅气 面似惯欲 没分八彩 大眼睛 双眼皮 小伙是口塞悬河 滔滔不断 讲的都是五金八点 哎呀 有些话呀 刘邦从来都没听说过 心里都想 这是念大书有学问的人 哎呀 相见恨晚 这种人 怎么不跟我交个朋友呢 要早几年跟我相识 跟他在一起 我得长多少学问呢 怪不得有那么句话 秒虽乱凤 飞腾远 大鹏展示恨天逼 挨金四金 挨玉四玉 挨着金鸾殿 旧长灵芝草 挨着茅房 竹长狗尿胎 你这不服这个劲儿不行啊 跟有学问人在一起 跟没学问 容疏的人在一起 他就是不一样 哎呀 刘邦心里的高兴啊 先生 相见恨晚啊 你到哪里去 虚仪 哎呀 我也上虚仪 刘邦就问 你到虚仪 是办公 是办私事 哎呀 事不相瞒 我向楚国去借兵 巧了 跟我一样 嘿嘿 我也去借兵 咱俩正好 结伴同行 是了是了 好好好 休息够了 开始起身 两路人马合在一起 刘邦和张良 并哪儿行 后边队伍跟着 赶奔虚仪 一路上 说说笑笑 倒也不寂寞 您说咱那么巧 都看着虚仪 得胜门的城楼了 再有二三里就到了 双阳岔道 从那个岔道上 来了一支军队 有个大山坡挡着 又有树林 没看清楚 等约得一起了 双方都紧张了 认为遇上敌人了 站住 可怜 盾牌 弓箭 弓弩 都准备上了 一方万一 后来 一打听 彼此都明白了 闹了半天 是储君 储君 问明白怎么回事 马上向大元帅 向梁禀报 向梁就一皱眉啊 配公刘邦 公子张良 公子张良 偷奔我们来了 哎呀 不巧啊 我们正好刚搬家 还没等进城呢 你说哪有功夫招待呀 但是不能冷了朋友的心 人家千里来头 传下令去 告诉刘邦和张良 二位就地安营扎寨 听候我们的消息 过两天一定宴请 有人下了通知了 刘邦一听啊 得谅解人家 人家正搬家呢 我们凑什么热闹 等几天 就等几天吧 就地找了个不碍事的地方 安营结寨 刚把营盘扎好了 有人报告 说楚国呀 给送来吃喝来 什么东西 刘邦张良一看 一百头大飞猪 二百多条狗 拿笼子装着 五十头飞牛 一百头羊 这还不算 后来拉着良女 乘车的酒 都给送来了 送东西的人还说 大元帅交代的清楚 恐怕各位啊 路上辛苦了 你们所带的粮食不多 因此这是城里 调拨的军用物品 共计二位 二位啊 还缺什么 少什么 尽管言语 我们一定满足你们的要求 多谢多谢 多谢多谢呀 哎呀 无功受辱 寻师不安呢 你说这 我们怎么好意思收啊 既然送来了 那就代表我们 谢谢 谢谢啊 你看楚国想得多周到 翻回头 咱们再说 项梁和项羽 带着十五万精兵 那位说你说错了吧 不是二十万军队吗 但是 燕路之上 公关夺债 占了很多的地方 不得派人留守吗 哪个地方 也得留个三千五千人 所以到了须衣 就有十五万大兵 那就够用的了 进了德胜门 进了城了 这个地方须衣 陈英 早就带队在这 恭候的 一看大队人马来了 元帅到了 少将军到了 楚怀王来了 跪到英街 老百姓跪到一片 烧着香蝌着头 像英街圣神一样 敲锣打鼓 把他们送到汪宫 这啊 咱还得交代一句 这陈英 代表两万多军队 代表须衣的父老 上九江 请楚怀王 请项梁迁都到须衣 后来经过军臣商议 同意了 让陈英回来做准备 陈英乐得知邦 回来就说 父老相信啊 各位弟兄 喜事啊喜事啊 楚怀王要迁都 搬到咱们城来 哎呀 向梁大将军带着人马 也要来 让我打前站进行安置 父老乡先 望后咱们须衣 就是大楚国的首都了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大家赶紧干活啊 平整街道 修饰房间 另外要建造王宫 那么是吹气啊 土木工不可轻动啊 那建王宫得多少钱 得多少材料 后来请了一个大帮专家 工程师 技术员 土木专家 等等 虽然那阵没有这名词 但是不缺乏人才 大家商量了再三 有人指出 现修建来不及了 我看最好的地点 就是三皇庙 天皇地皇人皇 那是咱们须衣城 最气配 最忠心的地方 把三皇庙改建一下 变成楚王宫 那多省事 咱们就装饰装饰 就可以了 哎 行了 实地一测量 够 那还能像北京故宫那么大 像沈阳故宫那么大 那不可能 这么点小城里头 像模像样的 有个地儿就可以 所以分谁住 说书的住 那就是说书茶馆 楚怀王住 那就是王宫 休邪的那住 就是休邪的邪棚 这玩意儿分什么人住 所以三皇庙 就变成了楚王宫 人多好干活 心碧辉煌 前头五门 往后头朝臣门 正中央 义政殿 往后是王宫行员 住的地方 挺排成 这边洞宫 旁边修大帅服 帅服得大点 现在是战争年月 经常开军事会议 所以这帅服选的哪呢 选到城皇庙 那个年月 你看老百姓就那么苦 勒紧裤腰带 他舍弃建庙 基拉嘎沙到处都有庙 城皇庙也相当气派 据说 斩将封臣之后 每处都有城皇庙 白天是郡守支县说了算 阴间是城皇老爷说了算 他管阴间的 因此城皇庙相当气派 变成元帅服 经过洞宫修好了 圆门一门 一是大厅 二厅 后是住处 还有军事府 将军府 怎么办呢 把这趟街全划下来了 改个名叫玉露街 脱宽 平整 夯实了 把所有好房子 全划下来 粉刷一新 全坐将军府 短时间干大事 哎呀 这路忙活呀 都忙活完了 这才发出邀请 准时楚怀王才驾到 等怀王进了城之后了 文武陪着 陈英陪着 哈着腰不敢抬头 在头前引路 心里崩崩直跳 不知道人家满意不满意 先参观王宫 他这才发现 楚怀王啊 十三四的小毛孩子 长得细长 小脸沉着 小单眼皮勒着 戴着王冠 下面勒着袋 穿着折荒袍 没有笑模样 你别看是十三四小孩 一眼就看出来了 城府极深 比成年人 那心事还重 殊荣代言 就楚怀王 就心术不正 就这么点个小孩 你就看出来了 耗耍阴谋 现在年纪还小 没显露出来啊 这是说书人做个解剖 外人不得而知 他全靠着娘呢 韦太后牵着他 在头前走 陈莹介绍 请往里走 您看看 这就是王宫 不知道满意不满意 您想他俩就出身 过去是不错 出身在楚国王宫 那这楚怀王雄心 很小 什么事都记不得 当他记事以后 就是穷人了 给有钱人家放羊 他见过什么呢 看着什么都新鲜 那九江随后 没有这样金碧辉煌的汪宫 因此看哪都新鲜 娘 这桌子真光亮 娘 这桌子真粗 什么树的 好好 真好 这桌是不是我做的 欲知后事如何 且凭下回 分解 咱们 这桌子真是 这个桌子真是